最新消息,澳洲政府部长表示,他们本周将会和美国签署一下初步协议,协议主要跟矿产有关,估计不久之后,澳洲就有大量的矿产资源,源源不断的送往美国。 在全球经贸越来越不稳定的今天,美国政府很希望实现35种矿物供应多样化,这些矿物对美国很重要,因为想要生产智能手机、电脑和军事装备,绝对不能缺少这些资源。 如果美澳能达成协议,澳洲就可以向美国供应更多挂产,处理,以及一些稀土,澳洲估计还想向美国多出口铁矿石。 曾经,我们中国才是澳洲铁矿石最重要的买家,过去十年,中国的铁矿石消费量,又六成都被澳洲承包了。 近在2017年,澳洲就卖给中国3000亿人民币的铁矿石,可以说赚了盆满钵满,但是,随着澳洲频繁升价,以及对华为下进令,等不友好举动的出现,中国逐渐减少购买他们的铁矿石。 数据显示,中国10月的铁矿石进口量比,9月下降了5.4%,由于需求量极强,澳洲铁矿石价格,自然也开启了下跌模式。 截至10月份,铁矿石年内跌幅已经高达了7%,铁矿石的不景气,直接打压了澳洲的经济。 12月5日,澳洲公布了一个重磅数据,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了0.3%,愿不及市场的预期,烂以为生的经济支柱,突然失去中国这个买家,澳洲难免会乱了阵脚。 如今,他希望借助机会,寻求和美国的合作,到底他的心愿能否达成,我们拭目以待。 关注金石数据,第一时间了解国内财经大事件,掌握最流行的赚钱秘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